美加两国的军舰联手穿越台湾海峡 这是为了回应中共解放军就在一周之前 进行一天的绕台快闪军演 而习近平就在上周四 又亲自去专门应对台海局势的 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展开视察 连续的动作点燃了国际社会的警觉 以及以实际动作反制宣誓 美日欧盟多国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这一次周日美加军舰联手穿越台湾海峡 就是重申 相关海域存在着国际水域 并不是中国内海 而现在美国几乎每个月都会穿越台海一次 而同时进一步和盟友展开共同行动 美军驱逐舰西金斯号与加拿大护卫舰温哥华号 周日采取前后航行的方式 联媚从南至北穿越台湾海峡 美国印太司令部下的太平洋第七舰队 当天也公开证实这场美加共同穿越台海的行动 并且强调行动目的是为了维护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 符合国际法 由于行动时间点就选在共军绕台快闪军演后的第七天 日本包括朝日新闻在内多家媒体分析都直言 美国与盟友联手穿越台海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反击解放军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破坏 并共同牵制北京 解放军东部战区则在周日深夜发文字讯息 批评美加两国 并且强调对相关行动全程跟肩 关于美加军舰 国航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已经做出了回应 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 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就在美加联手穿越台海的前一天 大陆官媒选在上周六晚间的新闻联播上 报导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四视察火箭军的画面 尽管报导刻意不提及该火箭军的驻扎位置 但鉴于习近平上周四与周五两天都在安徽考察 暗示他这回视察的火箭军 就隶属于专门应对台海局势的东部战区 北京当局试图借由这番报导来呼应 绕台快闪军演的意味也呼之欲出 然而国际社会无法坐视北京当局野心持续膨胀 不但美国方面持续于每个月约一次的评语穿行台海 更联手加拿大共同表态 就连上周五起访问中国两天 试图重塑两国关系的英国外相拉米 也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时 当面就台海香港等关键议题挑战北京立场 此外美方上周四还点名两间中国企业 与俄罗斯国防公司合作 设计并生产一款长城攻击无人机 相关无人机被俄方用来摧毁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 并且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遭美方制裁的两间中国企业 分别是厦门的零巴赫航空发动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深圳的红兔使粮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从未向俄乌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 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像包括无人机出口 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借乌克兰问题 对中方抹黑施压 北京当局一方面否认美方指控 另一方面大陆总理李强近日又签署新法令 审承要从今年12月1号起 加强规范军民两用的货物 技术和服务出口 尤其是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资出口 试图透过立法动作 对外撇清自身与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关联 但能否真正说服国际社会 行动与证据恐怕才是最能说真话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